根据县政府的统计 今年端午廉价国务以及苏花改的车流量都比去年增加 不过搭乘大众运输的人却比去年少 显示自行开车的人增加不少 因此县政府特别建议中央 尽数打造三铁共购的便利交通环境 来提升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的诱因 并且希望恢复国武北上塞车时段 开放路间通行来疏解车流 铁路的高架高铁的延伸还有东部快铁 我们都希望能够公路铁路一起来疏解了我们的交通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极力的向中央来争取 还有我们也希望向高工级来争取 比如说要上高速公路要北上的人 他就继续走高速公路 如果说我们宜然县人县民 我们希望能够走路间 走路间的话就是能够真正的疏解了这个交通 能够分流 另外县政府也建议中央重启台二县福隆到大西段 节湾取值的可行性评估 来改善台二县局部路段塞车的情形 活化东北角观光也可以作为国武的替代道路 我们是建议中央对于基辅公路 就是我们的福隆到大里段这一段节湾取值能够重启 因为毕竟如果这一段把它重启之后 达到它的一个节湾取值 我相信在台二县的一个用路人来讲的话 应该很多的民众会来走这一条的一个道路 而且它的效益可能也不单单只是原来所评估的说 所增加的效益有限 因为我们可以从第一天塞车 有媒体报导有二十几个小时 有三十几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知道 即使它的一个替代道路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期望中央能够来重启 当然就地方政府来讲 我们也会来建许中央地方建设平台 吴政委来协调这一件事情 让我们的这个福隆到大里段的节湾取值 能够重启来做后续的可行性评估 以及后续的一个综合规划跟道路的一个开辟 县政府表示未来相关轨道建设完备后 在地公共运输需求势必增加 也请交通部研议本县公共运输倍增计划 以结合轨道运输建设 带动大众运输的成长量 宜人新闻记者 Live福星采访报导